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宝石镶嵌在笔上进行作画 而不是直接使用金刚石进行锻造吗 因为金刚石的能量过于强大 直接使用不但很难掌控 还会伤到使用者 没错 二十年前我曾经去矮人国进行学术交流 他们矮人早就已经把金刚石镶嵌在锤子上进行锻造 打造出来的物件虽然精美耐用 但却会损害锻造石的身体 后来我想到把金刚石再进行提炼 镶嵌到更小的工具上 经过大量的实验 我发现了一种极好的锻造方式 那就是用画画的方式进行锻造 这就是锻造术的起源 感觉没什么技术含量呀 老师 我们使用的金刚石是从哪里来的 在王渡的东部边境有金刚石矿洞 我们使用的金刚石都是从那里挖来的 老师 听说金刚石矿洞其实是金刚土龙的栖息地 金刚土龙可是危险系数很高的危险种呀 对啊 对啊 要是消灭了这种怪物 不就能拥有一堆金刚石了 所以国王陛下特派东部边境的子龙团去采矿 他们负责把带回来的金刚石矿进行提炼 然后再进行售卖获得军费 这种玄金石价值十金币 哇 这么值钱啊 原来我们每天都把十枚金币带在身上 木多 一枚金币能换到什么 一枚金币可以换十枚银币呀 你真是个天才 那一枚金币可以换多少粮食 能吃饱多少个人 一枚金币大概能换五十多袋粮食 而一袋粮食就足够一个成年人吃一个月了 一枚金币等于五十多袋粮食 够五十个人吃一个月 一枚金币 这么值钱 也就是说你昨晚消耗了够五百人吃一个月的粮食 玄金石是最低级的金刚石 而这种叫玄刚石 属于中级金刚石 一颗价值不五十金币 它由三颗玄金石提炼浓缩而成 蕴含的魔力是玄金石的三倍 它唯一的好处只是比玄金石方便 但因为多了一道提炼的工序 价格比较高 因此我那些毕业的弟子基本不怎么使用 接下来介绍高级金刚石 哦 高级 肯定是天价 终极都要五十金币了 金刚石矿洞里有时会挖到为数不多的高级金刚石 青色的这颗是青魔石 价值一百金币 一百 青魔石带有水和木属性 替代物就算是枯木也能锻造出全新的木头 一般作为木器的修复石油 紫色这颗是紫电石带有雷电属性 这种宝石能使用画笔对物体进行切割 可以帮助我们修整锻造物的不足 价值三百金币 红色的这颗是赤金石 它的能量比玄境石要强 而且带有火钢属性 能够把替代物锻造出异常坚硬的赤钢 是硬度最高的钢 价值五百金币 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老师是富豪吗 这些高级货我们并不会经常用到的 有钱的魔法师也会把这三种石头镶嵌在魔法杖上 作为魔力佣镜后的最后手段 赤金石能够召唤火焰 紫电石可以召唤雷电 轻魔石则能召唤水 这样一来 就算没有集结力的人 也能像魔法师那样 使用魔法 接下来我要讲一下 我画笔上的浩月宝石 这是属于非常稀少的超级金刚石 整个人组只有我手上的这一颗 那这个价值肯定超过一万金币了吧 没错没错 这颗宝石不需要替代我 就能画出任何东西 要是我也能拥有一颗 大王拍得好 说不定能称霸这个异世界 年轻的时候 我曾经到爱人国求学 爱人国是一个很封闭的国家 他们从不与外族交流 但最终他们还是被我的真诚打动 接纳了我 在爱人国的那段日子 我不但收获了他们的友谊 我们还一起研究出了新的锻造树 爱人国一共只有四颗浩月宝石 国王为了嘉奖我 便把其中一颗送给了我 王渡的长墙就是我用浩月宝石建立起来的 哇 那这颗宝石真的是很珍贵的礼物呀 这浩月宝石这么厉害 爱人国的国力应该比魔神族和人族要强吧 浩月宝石的力量无穷无尽 不用替代物就能进行创造 但代价就是使用浩月宝石会吸取锻造式的精神力量 精神力 老师 你长得这么结实 不作用也不是很强啊 老师为帝国可是做了巨大牺牲的 你们看看墙上的那幅画像 这幅画的男子长得很英俊啊 但这跟老师有什么关系 对啊对啊 原来你们都不知道呀 这男子就是十年前的老师呀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画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沉静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诸 就连斗雀公的孤武钉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胜面杠 解锁漠视的九十九个女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